陆军无姓士官被控不满长官尚未后勤官的督导责骂,他在脸书书发布满情绪写有病吃药不要废,同袍一名士官长看到脸书也留言这种人就是狗歹不了吃事,后勤官告二人侮辱罪,一审法院一陆海空军刑法公然侮辱长官罪,判二人有罪,二审台中高分院该判二人都无罪确定, 二审何一亭说,士官脸书抱怨自己休假又被指示任务,心有不快抒发情绪,男人有故意贬损他人的人格评价 起诉书指出,无姓士官是陆军某营区营后勤士,中士,林士营部连士官长,前年5月19日,军团营都到行车安全时,发现有应改善之趋失,上尾后勤官打电话给吴告知此事 吴当天休假,向长官表示将请营商士兵前往营区改善缺失,但后勤官对该士兵处理改善事宜不满意,向该士兵抱怨当天下午即可改善,为何拖延? 吴得知长官的抱怨后乃心生不满,在自己脸书网页上疑有病吃药不要废等话公然侮辱长官,而林姓士官长在脸书网页上留言这种人就是狗改不了吃事 台中地愿意陆海空军刑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之侮辱长官罪嫌,判士官罚十万元,士官长罚五万元,都刻意服劳役,二人都不服上,坚称没有侮辱长官之意 台中高分院该判二人无罪,不得再上诉 二臣何一廷指出,以文字或动作表示不屑,轻蔑或攻击其人格之恶意,才是公然侮辱行为 吴姓士官留言内容,主要在抱怨自己临休假时又遭指示必须完成一定任务 心理不快,而有所抒发,男人有故意贬损他人社会上人格评价之情形 而林姓士官长在吴脸书留言辛苦了,这种人就是狗逮不了吃食等文字 吴的留言既无法执观之期所指和人,林姓士官长显然只是救吴的遭遇 评论吴面临情况,一直以来不曾改变,请吴心情放轻松 写通常用于狗逮不了吃食意志不好的形式作为习惯或个性永远不会改 如同狗嘴吐不出象牙一指长出言不逊,难以说出什么好听的话一般 固然不是悦耳的言辞 尚难任有故意贬损人就是狗的意涵 自不能认对告诉人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 事官和市长官被控在脸书骂长官 一审判二人有罪,二审台中高分院改判二人无罪确定 记者由任生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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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